接獲指揮中心報案的時候就表示是危機個案 那直接就由我與兩名疾安分隊的同仁一起前往 那現場患者是趴握在水溝側邊 那快速的進行評估之後 患者現場是沒有生命跡象 那我們進行脫困之後 就開始進行CPR、疾病、AED、不建議電擊 那急救處置給予藥物 上車後到醫院 那現場大概狀況Wait